HELLO 你好 我是諾斯 好 今天我們來繼續進行我們這個王朝 希望在進行一個系列的影片 那我們在2021年的當天 Russell Westbrook確定會去到亂吉胡人隊 那亂吉胡人隊這邊送出了 Cowell Poe 褲子馬 以及Hero 這三個球員去進行這筆交易案 這筆交易案其實大家有非常多不同的說法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好 你們既然都換到了Russell Westbrook 你們至少還是得要有後續的操作 你們才有辦法把這個隊伍給拉到基尤賽的舞台之中 這是我個人認為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你有三個劇情了 剩下的就只能填一些射手 又或者是一些底薪球員 那我這段話就盡量以我個人的視角 來看一下亂吉胡人隊要怎樣的 才有機會可以操作出一些不錯的球員進來 然後才能讓這個整個隊伍可以活起來 並且去拿到這個總冠軍 好 那今年亂吉胡人隊並沒有獲得任何選用權 那我們現在基本上就只能盡可能的找到一些底薪球員 有機會加盟的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 Bruce Brown雖然很香 但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布坑朗德會放 因為他受限是自由球員嘛 那麼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沒有希望了 我們這邊可以簽個選mate 這個沒什麼大問題啊 選mate是我們可以考慮的一個點 300萬兩年 Tim Holloway只有這樣子嗎 這麼便宜的嗎 這不太合理 George Harder在今年的話 很有可能因為Lanzerbo的關係 他也可能一起被清掉 這個有沒有可能性呢 就試試看嘛 210萬 那中文會部落 Andy Drummond估計也沒機會來啦 所以他對我們也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我們這邊 Gevin McGee 呃... 我不覺得他會來 不過我覺得可以給... Hanser快賽一個機會啊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一樣是... 不會上面球 一樣是在... 藍底下... 搶籃板的人 我自己覺得這個組合下去會出事情啦 所以算了算了 蛤 那他們在中風之間就沒有任何人可以選了 Gorgie Dan是可以選擇的一個球員啦 就至少他會一點三分球啊 Gorgie Dan確實是可以選擇的一個想法啦 我們...下一個再看 我沒有要Boston啊 我們怎麼會有Boston 這我就不曉得了 我們這邊Dance Ruder就不可能回來了嘛 我們就直接把他報價給清除掉 沒什麼大問題啊 George Hart跟... 選妹願意來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補償 那Rich Jackson不可能啦 因為... 他在去年他的那個聲勢大漲 至少能到1000萬 所以... 不可能是這樣來 George Hill Golden Dragatch Kanrock Nun Nun的話不可能 Jeff Tig 我覺得Jeff Tig來... 不會比較好 我說實在 Lidkina 沒必要 好我們這邊先把那個... Karuso給要回來啦 Karuso我直接簽他個三年 然後大鳥拳給他 反正... 底薪三年啦 沒什麼大問題 Costas這些球員好像... 也沒什麼必要... 留了餒 然後他在想Holton Tuck留不留得住啊 幸之上我們是連Holton Tuck都留不住的欸 欸他不可能跟我們簽的啊 我們怎麼... 2021年會有HUGISTEN 我怎麼不記得這件事情 我怎麼完全不知道亂進國人隊有HUGISTEN 我們再多換個... Flobes好了 然後明年... 好 簽了下來 那我們把他直接交易掉 等等等等 多賺一個多賺一個 但Marcasuo... 似乎也沒辦法留啦 聽說啦 因為他好像也沒有留隊意願嘛 哇他年紀能換到東西也很少了啦 換個... Marcasuo要回去嗎 我是... 你打死我都不相信啦 好不好 就... 我為了球隊好嘛 好不好 欸... 當兔可以看 不要跟我叫真好不好 好啦 既然Marcasuo不留了 那我們就要個Jupload McGee回來啦 然後表弟... 他會不會回來我還真不知道 阿倫騰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射手啦 就一個33歲的球員來說他算是不錯啦 那其他像JJ Reddick啦 或者是Bethmore Bethmore應該會繼續留在... 勇士隊啦 他能不能來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什麼可能性啦 但是... 如果勇士隊出... 那個迷你中場給他的話 那他應該會留下來了 但是順位上的話他應該不會到這麼前面 好我們把Allentine要過來 然後我們還有把Danny Green要回來嗎 我自己是... 沒什麼興趣啦 那PJ Tucker應該... 姑且也不可能... 被我們要來了 Jobar Parker還有機會啦 好不好 那Horland Tucker就留不下來啦 其他人也就放棄啦 你就要個Jobar Parker好了 一直有股神秘力量在幫我操作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每天只報價一個人 然後他跟我說我報價了三個人 然後這些人又不來 你們看一下啦 我又沒報價他 他怎麼就來了 幹有神秘力量啊 不是我瘋狂要他來 他瘋狂不來欸 什麼鬼啦 神秘力量就算了 我牽他他也不來 到底什麼鬼 好今天的話 LeBron Jones沒有下降欸 還算不錯還算不錯 Rossel Westbroker沒有下降 還上升的外線防守還不錯 弗力上升三點 其實我們陣容上真的沒有差太多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啦 那我們今年就要試著讓 Rossel Westbroker三分球至少能投嘛好不好 OK啦 我們上升到79平分 我們讓他三個人 三分球練一練好不好 不然我們應該 直接變三巨頭啊 是那個 不投籃的那個巨頭啊 好今年我們的陣容 說實在我們能撿到選Mate 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啦 然後還有一個Jobel McGee 呃Tip是Flyne 然後 真的沒有要你 我真的沒有要你 你怎麼就來了 我怎麼打WCS來了 我也沒有要你啊 奇怪了 Flyne這個真的是我們撿到 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真的 來了他我覺得很開心啊 然後我們還 直接白嫖暴龍隊 我們先把Mate要來一年 再把他教育回去 多舒服真的是 好啦 那我們今年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整體戰機 預計排名會是在 喔 波斯頓的賽亞提克是在第一名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陣容 他們陣容的話 加了Michael Conley 哇再加了個Moss Brown 我知道他被教育到綠三軍 但是我沒想到他已經到83平分這麼強了 他們難怪是全聯盟第一名 這個組合有點可怕 有料餒說實在 剛才不是去活賽隊嗎 他怎麼在這裡 Kwaii Laner去到活賽隊啊 完啦 哇他會這種嚴厲起飛 又選到重員 又選到明星了 這怎麼辦呢 勇士隊怎麼樣 就是全員復活 哇他會補進Kent 可以啊 Dominga目前是 76平分 再加個文貝亞馬 哇 好啦那我們這段話 先直接模仿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的大家的表現怎麼樣 好那現在的話 我們來到集中 我們今年這個戰機啊 真的是 第十名怎麼回事 欸你 你是不是黑我龜 不是啊 晚了 右腳趾受傷 四到六做 那難怪啦 好不好 那我們四到位的話 只能讓Macktmall上來啊 我們再來想一下 今年有沒有必要做任何交易案 呃 我覺得今年再怎麼交易也就那樣子啊 我們每一個人都底薪 你還期待什麼是不是 好我覺得Poffice可以走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是沒什麼必要留他 換個Donken Robinson喔 這個有必要嗎 Camellon Johnson 欸我這要讓Camellon Johnson我原地起飛欸 今年三分球還好 但去年的話還有四成六三分球欸 哇這個三分球已經好到一個不行了你知道 他來這邊當 S&Devitt的替補 而且我們射手說實在已經不缺了 我們已經有蠻多的這個球員 例如說像是 Shan Mate 例如說像是 George Hart 這些都可以 我覺得這筆交易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我們這段話就交易下去了 今年 我們就是要 拉雅總冠軍 我們就直接摸到金波吧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來到金波 那我們在今年的話 是拿到這個西區第六名的一個成績啊 沒關係 今天Yas and Kubo 是拿下我們這個 最後一家的球員 然後 Emma Mobily 這邊是拿下這個最佳新秀 最佳地人也是Mobily 可以啊 然後Kwilean 人家最佳防守球員 Daniel Gepard 這邊請大家最佳地人也是Mobily Devnash 最佳教練 好那在今年的話 上記者如果都健康狀態下的話 我們是絕對不可能輸的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可能要打巴倫倫曆 那今年的話就是要 超死我們老瞻啊 打41分鐘 我挺好奇在今年三分球的話 81評分 Lebron呢 85 Devitt 73 公史在 這個組合 三分球 極爛 真的不知道我要講 Shamei的 快到90 還算不錯 至少相對起來穩定一點 那今年Russell Westbroke的話 一樣拿下場均 25.5分 然後8.7個籃板 8次的助攻啊 三分球在今年的話 其實還算不錯啦 還算不錯 到底哪個是我們今年這個數據啊 好啦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 他今年 比起之前來說是成長的一個 三分球的狀態 好那我這邊我自己先跟各位講 我自己覺得我今天跳這個名字有點怪怪的 就是他有些東西都讓我有點不知所以然啊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來看一下 Difle精怪隊的陣容啊 今年Yougat也確實受傷了 他雖然一定會上場 但是他的戰機上的話可能會不會那麼好 喔 還有Fornier 居然Fornier來了 那我覺得他們 等分 扣回這邊的話算不錯 還有 巴黎也有 難怪他們的第三名啊 他們這個陣容有點強 沒關係 我們這邊直接來看一下 第一輪 第一站 這一站 二 應該是贏了啦 應該是贏了 相關起來我們全程都有大概有10分左右的領先 今天的話 LeBronJobbs拿下35分 7兩半6主攻 1超捷1主攻 Anson Davis拿下26分 7兩半1主攻 1超捷1主攻 1超捷1主攻的一個表現 那今天Russell Westbrook 給大家24分 7兩半15主攻的一個表現 學妹的 喔今天很好喔 5投4中3分球 哇他們今天3分球很穩喔 哇我們3分球還比對方穩欸 這怎麼回事 我們真的賺到好東西欸 有加選妹的真的有差 OK 我們直接進入到下一把 下一把的話 這場比賽是對面的主場 有沒有機會呢 喔感覺很接近嗎 感覺差那麼一點點 哎呀 後來應該是跟不上了 好 1比1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站 在這家主場有沒有機會可以打贏對手呢 我覺得有一點點困難 OK 最後的4分數我們進去稍微看一下吧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來到這個比賽現場啦 那目前的話是亂金服人隊120比116 Golden 在壺頂位置 外線拉開一個U-Edge嗎 或是做個擋拆 哇難道真的控球前鋒了嗎 兩個大男在互相控球啦 真的是怪怪的 這就只能硬投啦 然後Rossel Rossel 從中搶出了一個籃板 沒什麼大問題 一個擋拆 直接3分球拔起 腦袋一熱3分球直接進了 嗚 有欸有欸有欸 這真的看起來有戲喔 MPJ 給U-Edge 這邊要做一個配身單打嗎 轉身 這球中距離跳投 球沒進 這邊是Magee的一個籃板 Westbrook持球 再回給Davis 再回給Westbrook 這邊直接切入籃下 哇 兩個硬打好球 妙傳給到的是Jobel McGee U-Edge一個擋拆 這邊直接執行兩人包夾 外線的U-Edge 3分球直接拔起 旋了一圈這球沒有進去 有點點的遺憾啊 這球 因為已經製造出一個大控擋來說 一個擋拆 LeBron James 再拉回 面對兩人 直接選擇上籃 這球沒有進 阿哥PaulJr拿下籃板 直接給到是Buddyhill 再回外線的Mari 以後再舉一個擋拆 籃下 完全沒有任何人 這邊直接輕鬆上籃 第四節剩下最後兩分鐘 接著Mari僅僅只有等下19分 戰績上還算OK 沒有到非常強力 這邊一個擋拆之後 籃下 Jobel McGee 氣中吃筆 哎呀 U-Edge因為受傷了 感覺起來他沒有辦法打這麼快速 所以這邊Magee的速度 就是佔據優勢 Mari 再給第一角 來Hill 直接巴起來一個三分球 哇 出手速度極快 Wesbrook 一個擋拆 再給籃下 LeBron 轉身 再回給外線 Russell Wesbrook 這球再接一顆 太神啦 Russell Wesbrook 今天上面就有準喔 下一個擋拆 速度上個人上班 Magee 這邊有告得到 LeBron 拿下的防守籃板 進攻時間時間 最後一分鐘 就給這個LeBron 兩人包夾 換防了 拉回 這邊 直接就超級料了 拿過Paul Jr. 這邊跑一波快攻 給前場的Body Heel 直接一個中距跳動技球 沒有進 選Mate 這邊拿下籃板 再給籃下的這個 Russell Wesbrook 這邊我們要拿下來 這邊再上 再沒有進 哇 這邊又成功刷了一波籃板 真的是酷 Mari 籃下直接 灌籃 各扣在Russell Wesbrook的身上 這也是Russell Wesbrook的第四次犯規 今晚隊這邊已經換上了替補球員 這邊看起來要贏的機率 相對起來比較低一點了 這批球也沒有進的情況下的話 Judge Harden拿下籃板 再給到第一角 這個Boston 這球沒有進 這個Boston真的不是我要牽他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Mari在給籃下的時候 這邊再發生一個失誤 Judge Harden這邊 出色了一個防守 好 那今天這場比賽的話我覺得還算不錯 有表演出Russell Wesbrook的精準三分球 然後還有那個絕對不會腦幹的精神 真的是非常牛逼 好那今天的話 Lebron Jones拿下36分 洗籃板 12主攻 1超級1主攻 真的是全能性表現 那今天Russell Wesbrook後面直接 不要那兩個三分球 直接抵定戰局 那真的是狂到一個不行 三巨頭 加起來表現 總共拿下了102分 這真的是 想都沒想到 那其他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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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真的是我沒想過的這個局面 超扯 你看其他人至少 到Mari都還有得分啊 啊 你們就只有 六個人在得分 這我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好我們這邊看一下第四戰 第四戰這邊的話 我們前面佔據優勢 但後面看起來有一點點拉鋸嗎 沒有沒有 看起來我們是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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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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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2 好啊 天王三之戰打起來 來 比賽有沒有機會可以 贏下來 那 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那今天的話是 39分 11人版8足夠 Ross Westbrook 得下36分 9人版8足夠 三套結 唉唷 弗令真的是我們完全選隊 你知道嗎 他真的好強喔 然後優勢感覺快要上映歸隊 他之後就可以有滿狀態跟我們打 來 趁他還沒有完全上映歸隊啊 我們 最後這場比賽 直接把他打爆可不可以 我們機會 有沒有 嘖 沒啦 你在打第七戰嗎 這麼兇的嗎 哇 先優勢受傷的狀態下 等一下五頭四中三分球啊 這真的是 沒什麼辦法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看生死第七戰 這場比賽到底能不能贏下來了 再對方一下主場 這球 可以嗎 立下來 可以可以 115比110 哇 今天大三圓直接刷起來 哇 三分球六頭一中 然後LeBron今天 十二頭三中 哇 學妹的今天 有這 十頭六中三分球 直接幫助隊友啊 真的很棒 在成體三分球表現的話 其實我們效率起來還是 比較差一點 但是我們在籃板恐怖方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籃板差距 6比30 直接輸爆 真的是沒得打 我們失誤是直接對面兩倍 幹 好扯 欸我挺好奇一下 我們主要輸的人是誰啊 選Mate啊 還有Devis 哎呀 兩個人就加起來 犯了十次失誤啊 這個真的沒辦法 好 西區的話我們一定要來看一下 會不會是金鐘勇士隊來打我們啊 如果是的話應該會蠻精彩的 比西亞矮啊 居然 不是 金鐘勇士隊啊 不過沒關係啊 我們看看 達斯圖琴俠隊 他們今年有什麼改變嗎 完全沒有 喔加個補屑 然後加個凱瑞烏布雷 他們這個補風險的行為 我覺得完全可以接受啊 然後 Dwight Howard 好啦我們 這一波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戰 上比賽 應該算是比較輕鬆的一局啊 喔143比134 今天Devis 等下35分 瀏覽板7助攻 1超級2助攻 今天LeBron James 今天是得下34分 半籃板10助攻 4超級 Russellwise Pro 今天22分 12籃板 12助攻 哇 他真的是大三元製造機 也每場都竟個人拿到大三元了 好 第二戰 我覺得對上圖琴俠隊 會比較輕鬆一點原因是在於說 第二輪我們也贏了 就這第三戰 因為 其實說實在話 我們算是一個老牌的球隊啊 我們要贏的機率也比較高啊 而且我們也有三個比較老經驗的球員啊 卡梅隆 本賽季報銷 那我們去啦 好不好 那我們去啦 我們把這個 WK給換上來 啊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 看起來 不是很優喔 我們居然因為傷勢 我們現在又要下去了是不是 2比2 天王三次戰 我們再來一次 比賽至少要贏下來 看起來是可以的嗎 可以 哇 你又大三元你幹嘛啦 你一直大三元的 哇 五頭四頭三分九 可以可以可以他今天真的是很兇 我覺得會打第七戰啊 我不知道怎麼這麼講啊 不要啦不要第七戰啊 我們這過不好嗎 不要這樣子嘛 喔 唉唷 最後1分26我們繼續稍微看一下 這一場比賽 極其刺激啊 這一把沒有進 LeBron James一開始 把球沒進的話 就來看一下 這109比109 到底誰會贏 當局來到四五角 只有三分球沒有進 這邊LeBron James 然後下半半 再給Russell 直接腦幹中距離 唉這球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沒有腦幹 沒有腦幹 不是啊 他那種打球風格就真的 很不像是 他很有把握的感覺 你知道嗎 他就很像是 就 就就就就就 就一來的感覺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麼講他 Gamerson 高調給籃下 直接空中接力 但是這球是失誤的 Ruline 拿下這個籃板 再給LeBron James 再給底角 好這球就有機會了 有 再上 哎呀 底下Walklands 但也沒有得下這球 Poucher 這邊在外線 哇 這邊感覺起來打的是個 三大籃的一個情況喔 這邊 Fleet拿下籃板 Russell 面對Gibson 直接籃下 上去 哇 這球好漂亮漂亮漂亮 面對73的Prosingas 還敢這樣出手 還是蠻不錯的 第一把沒進 第二把進 目前來到了是三分差距 好看Down Charge 對 擋拆 哇籃下 直接上來 好球 沒什麼大問題啊 這球是直接速度過人 好這邊就直接 哇 你罰球 罰在Ross 你身上 你是想輸 是不是 我就講 南地點你想輸 是不是 2-1 2-1 阿 現在 好啦 完美的 17.2秒 這不進就怪Down Charge 對決啊好不好 給人家抓到罰球 當聚集罰球有可能不進嗎 就問你 滑街上球 21頭5中欸 幹你是不是在戳 那真的我不得不講啊 他就命中率大概只有25%而已欸 哇 你今天 比Rossel Westbroker還戳 你知道嗎 平手 Rossel Westbroker會不會 帶領球隊 贏得本場比賽的 勝利呢 衝進去 直接上去 哎呀 再上 再上 你籃下放槍是怎麼回事 你籃下放槍怎麼回事 剛剛那一球無論是誰 籃下放槍我都會罵 太誇張 太誇張 好我們現在時間快轉到最後一分鐘啊 這樣比賽目前是127比125啊 雙方的這個分差 僅僅只有兩分差距啊 這樣比賽看起來很刺激欸 當局絕對不想輸在這裡啊 一個中距 這球有個兒鬥 WC再拿下籃板 The Brown Gems 快攻 擋拆高調給籃下 這邊直接個失誤 明天就炒掉你 欸 你敢失誤我就炒你 真的說不了 不是啦 人家又不是什麼 毒彈薄爾是不是 你幹嘛這樣苛求人家 你就直接傳個高調拳就好了 幹嘛空洞接力 一個後墊步 這球沒有進 再拿下籃板 給擋拆 控擋沒有權的出手 給籃下 Rossel Westbro Westbro像中鋒一樣 直接上去幹 哇可以這球漂亮 喔 太舒服啦 最後的20.2秒 那這邊如果給Posingis的話 再給當局 他要背身嗎 三人包夾不要這麼我爆 你給他 不是吧 哇他進了 我這個毒奶誰 誰就爆炸欸 誰就現場爆戲給我看欸 哇完蛋 好這邊再給Shamet OK 他反正相對起來就穩多啦 我自己覺得啦 所以這邊的話 到頭來還是得也有 試看看三分球的一個投射 10.1秒 不成功 就成人 這個頂角 那就沒有進 欸 恭喜 好啦 那最後的話 LeBron James 帶領了亂軍國論隊 成功挺進到了西區總結賽 我自己覺得這種比賽 有很多讓我覺得很驚奇的地方啦 但沒關係啦 我們最後還是贏下來了 好那今天Dougie已經盡力啦 他現在36分 14籃板15助攻啦 今天Uberley 意外的蠻凱瑞的喔 他今天蠻盡力的喔 11頭7中 哇他如果在 勇士隊可以 打像現在這個樣子的話 真的是 絕對不會有人說他交易的啊 不可能啊 一定續約回來的啊 好不好 那今天LeBron James 今天也是得下36分 9人版8助攻3超級 然後Russell Westbrook 也得了下34分 12版版8助攻1超級 S.I. Davis 今天得下22分 3版7助攻2超級 2助攻3個人加起來的話 是 92分 好啦 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會不會是太陽隊起來啦 太陽隊 來對決我們 在去年把我們第一輪就淘汰了 那我自己覺得其實這一輪可以不用看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他們 陣容上應該差不了太多啊 對啊 就這幾些人 就都在啊 加個矮湯 那你們輸定啊 直接來看一下 1-0 1-1 2-1 3-1 不是你們加矮湯怎麼可能贏了啦 好不好 4-2啦 我覺得那個是不用看 我看到矮湯我就知道幹 直接下去了好不好 那布魯克能狼王隊這邊 在東區 被瑟雅提克隊給打敗啦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今年啦 瑟雅提克隊的陣容實在是有夠可怕好不好 左腳受傷 整技爆銷 那我們還有機會 好不好 那我們還有機會 對面的控救護衛方便的話 麥可琳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今年這總冠軍就給我們撿到了 好不好 對方兩個主將受傷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整技爆銷欸 那就給我們撿到了好不好 你們現在還輸 這丟眼喔 我先講 我們被打爆欸 幹167分怎麼回事 今天又開大三元了 那為什麼其他人都沒有得分 我先看看對方 哇今天對方 火力全開的欸 52分 5籃板 6速攻 三昭傑 這怎麼回事 哇這三分球 44頭 22中 太神啦好不好 那籃板部分呢 籃板部分 對面還比我高 對面憑什麼比我高 我不知道 再下一場 欸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們這樣說 太丟臉 太丟臉 真的受不了了 2分 32分 7籃板 6速攻 7分 哇這什麼東西 看起來自動上面有沒有特別得分多啊 為什麼會長成這樣 所以到頭來就是 雪妹特 七頭零撞嘛 對不對 你可以很明顯 意料到就是 不然進苦人隊 就是那三個人在控球 那其他人就只能在替補時間分球而已 啊 就是長這樣子啊 2比0嘛對不對 我靠腰臉 32分 8籃板 7速攻 1超階5速攻 而且Rossel Westbrook 你不要再刷了啦 你不要再刷了喔 不好啦 你13分 10籃板 10速攻 一直在那邊 真的很誇張欸 欸你們不要被4比1欸 你們不要4比0 直接淘汰欸 你們不要這樣子欸 OKOK 這把贏了 Rossel Westbrook 今天OK啦 今天表現正常多啦 幹你那個13分 十籃板 十速攻我真的快笑出來 真的 那今天Tayton也是48分啊 他今天也是打得超強啊 15頭 12中啊 真的是 哇 我自己覺得我們應該也就到這邊啦 喔 哎呀 沒了嗎沒了嗎 沒辦法呀 輸慘啦 不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13分 十籃板 十足攻 怎麼輸 就問你 我看到那個戰績我真的是 傻眼貓咪 你知道嗎 當然 我得說實在啊 主要問題絕對不在Rossel Westbrook的身上啊 今天選Mate 能夠七頭零中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哇 LeBron James直接灌來了 所以 最後總決賽 亂軍火人隊 以4比1 我覺得完全合理啊 我覺得完全合理的原因是在於說就是 綠三軍他們主打原本就是 團隊籃球 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那你今天亂軍火人隊 陣容已經長成這個樣子了 那他們就不可能打團隊籃球啊 他們基本上就是 例如說 LeBron James控球 例如說 Device控球 例如說 這個Rossel Westbrook的控球 就三個人拿著球 就不會交給其他人來控球 然後其他人就只能奔球群 要不然就是直接 站底角做原地投射 就這樣子啊 那他們打起來感覺肯定會 不是那麼好 除非那些射手 都是像JJRIC那種 就是 超級頂尖的無球射手 例如說 Kley Thompson那種 頂尖的無球射手 那還有機會 但這樣的陣容 最後繞到這個下場 我自己也是覺得 有點可惜啊 好不好 那最後比賽後 是120比100 最後 是波森賽 提克在最後的歇賽 拿下總冠軍賽 亂軍火人隊打綠三軍 這個組合也是非常非常常出現的事情啊 那這兩個球隊也是NBA歷史上面拿冠軍最多的兩支球隊啊 最後的話 綠藍軍在今年也是笑到最後 我自己覺得也是蠻合理的事情啊 只是我真的是覺得很可惜耶 我覺得我們這個陣容還不錯啊 特別是我補金學妹 學妹的我覺得這是我補到最好的東西啊 然後另外的話是 Fling Fling也算是我意外撿到的啊 我先講 那真的是 我沒有預料到我會撿到這東西啊 那最後的話 Tayton拿下 我們最後的FMP啊 那最後這兩個比賽的話 Tayton是拿下29分 半半半5助攻2超級 那Browns得下22分 3分半6助攻1超級1個表現 今天Ross Westbrovas 是得下全場最多分數 是拿31分 12版4助攻1超級 Davis得下26分 9版2助攻3超級1個表現 那今天LeBron James的話 是普普通通的20分 不過今天學妹又一樣的是 是拿下3投0中 然後Fling是得下5投1中 那Joshy Heart今天 2投0中啊 那我只能說 我補擊這些人沒有什麼用處啊 這個是我單純 跟俯人補失誤啦好不好 但是我也一直在想說 在這一個修賽季 亂擊俯人隊可以補進哪些球員 學妹的就是一個很好選擇啊 那其他像JJ Red Deck 或者是像是一些 Batmore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機會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Batmore 應該是不太可能 會被 我是會放掉的啊 沒關係啊 就今年補進誰的話 我就先不讀哪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最後的話是誰會進到 亂擊俯人隊吧 好了那我們今天影片的話 就先對個訂閱按讚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按下方訂閱按鈕 然後別人喜歡那些追蹤關門 追蹤關門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